少年歌行中的萧瑟、无双和无心 谁才是年轻一代里的最强者 萧瑟及永安王萧楚河 他十七岁入逍遥天境 被誉为北离第一天才 但后来隐脉受损 丧失修为 而江湖上还有两位少年的天赋 可以与之比肩 那就是无心和无双 无心原名叶安氏 是寒水寺旺游大师的嫡传弟子 在完成十二年的所山河之约后 回归天外天 成为天外天西人宗主 他原本修的是罗刹堂三十二秘书 未解上一辈的恩怨自费武功 却因祸得福参悟了佛门六通 也在十七岁这年 成功踏入逍遥天境 而无双是曾经的天下第一武城 无双城最年轻的城主 十七岁入逍遥天境 而后一年内成为剑仙 是年轻一代中的第一位剑仙 无心和无双曾有过一场对战 那时的无双只能操控五支飞剑 无心也刚掌握了佛门六通中的天眼通 神族通和天耳通 萧瑟当时曾评价 你看清楚了 这一代的第一名将会从他们二人中产生 两人旗鼓相当 打得难紧难分 只因无心此前刚经历过战斗消耗巨大 才略输给无双半招 但白小堂随后的梁玉榜中 两人却是并列第一 可见综合实力不分伯仲 后来的一年多 无心修习无法无相功已至大成 直入大萧姚敬后期 无双也已能操控大明朱雀 成为了剑仙 两人的境界相当 但毫无疑问要人状态的无心 比拔出大明朱雀的无双更为强大 因为无心恢复意识后层严 自己在要人状态下 不惧彼时入了神游玄境的骆青阳 骆青阳是个很好的参照物 无双惨败与骆青阳的国伤一剑 而骆青阳尚未施展最强的神游一剑 敏魂 反观萧瑟 他施展萧氏祖传的列国剑法 凭借第三重的金龙镜破了骆青阳的国伤一剑 可见骆瑟的实力在无双之上 而骆瑟和无心相比 要人状态的无心不具入了神游玄境的骆青阳 但正常状态下定然不是骆青阳的对手 而骆瑟在破了国伤后 也定然接不住礼魂 常态下的无心和骆瑟综合实力 其实是差不多的 如果非要评价谁更高一点 也许无心才是最强者 毕竟骁瑟的最强一击 太依仗天斩的威力 靠的是大主角光环的加持 而自始至终 没有武器傍身的无心 或许才能称之为最强